我认你肯定是必须的 这么容易就认出来我了 你来多久了 我又不插出去 你得等一下我去办个入境 我到那边等 过去再介绍一下爱尔兰的李哥 这个真可以啊 这个可以啊 千天被这种 感谢李哥感谢李哥 热烈欢迎 等下见到了 等下见到了 大了好多年了 姐 给你一个茶 谢谢 嗨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们快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了 从英国的霍利黑德港 差不多要坐三个小时的船 这是一艘跨海渡轮 可以放很多辆车在下游 单人的票价大概是45英镑 这个船开得也稳 这个季节啊 怎么这么冷啊 我穿的短袖啊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还是赶紧的回客舱啊 哇哟 这风吹啊 真的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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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岗喽 旁边是一个 这几个烟囱啊 这个 这个船不错啊 有个大超市啊 还有个小餐厅 过一会我就得加个衣服了 靠岗靠岗 都柏林港 这边是集装箱码头啊 这港口蛮大的呀 这集装箱 左右都是啊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靠岗的位置了 从那边下去 走了走了走了 我们散客也下去了 像我们没车的就走的比较快一点 应该有个两层 哦 上面还有一层 三层 也是 这个热点好了 哇 这么多骑摩托车的 这个是船桨啊 这是新这么旧的 还是备用的这个 这个滚装船是真的大呀 好了 我们的接驳车也来了 没车的就坐公交车 手机前 哎呀 耳机都在啊 马上要入境 环球旅行第62个国家了 在这个爱尔兰 我预计玩大概八九天吧 我反正已经是买了离机票的 提前买的啊 七月三十号 就是离境 才三百三十人民币 你提前买真的好便宜啊 像我这一次我坐火车 外加上坐船 差不多总共费用差不多要一千 一千人民币左右 一千多一点点 你要说是 坐飞机你提前买的话 也就三百多人民币 还在拖运 啊 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了 我来了我来了 下面都是装的是集装箱 肯定是必须的啊 这么容易就认出来我了 必须的 你来多久了 我又不差时间 好你得等一下我去办个入境 我到那边等 好行行行行 好 我先说一下 入境非常的容易啊 就那个海关人员 他看了一下我的护照 就看了一下我的英国签证 他就说好的 你可以进来了 就这么简单 也不需要盖章子 就是这边海关啊 真的是办事效率高啊 就两个人就在那个口子那儿 拿个章子 有的护照他需要盖章 有的是不需要 像我这种就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英国做船过来的嘛 他就默认为你有这个英国签证 那肯定的嘛 是吧 又不是在机场那种的 所以说就非常快 我这个行李也很好扔啊 好了 成功补货 我每次都要检查一下我的拖鞋在不在了 东西都在 穿了 我把你拿我试一下 来来来你可以试一下 我们这个包也多重 可以吧 我看了好几年这个包 哈哈 好几年的背包了 过去再介绍一下 爱尔兰的里哥啊 这个真可以啊 可以吧 这个可以啊 天天背着重 我这个小黑包才重啊 里头全是电子产品 就是 这是爱尔兰最高的楼 就是 就是这个楼 我坐那个船过来的时候 发现最高的好像是个眼筹 我老眼都能看到一个眼筹 那两个眼筹是爱尔兰最高的 最高的 感谢里哥这么多年的关注啊 这是摩洛哥时期啊 对啊 你们啥时候是我离开摩洛哥你去的吗 你刚刚离开应该是 嗯 然后我是非常 你刚刚懊恼 没闲看你的视频 嗯 要不然我就去那个 上海花园 上海花园 那个叫什么 老饭 老饭那吃个饭是吧 我在网上查到了 哈哈哈哈 然后没去 对 哎呀 那个时候我在摩洛哥 一困困了七个月 对啊 其实你还好啊 你被困在摩洛哥 相对来说这个 物价水平还是低一些 对对对对 我要困到欧洲 我疯了 那你要是 你要在沙特呢 你要在沙特离不开呢 呵呵 那个小张哥就被困在沙特 困了快一年 然后他就 他下次见过就骂我 说你把我忽悠到沙特 你来不了 害得我都不敢待了一年 这边里哥发 17欧元了 嗯 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了 市中心这边 跟这个里哥一家人 你看他儿子16岁 找了个1米9 哦 这都是提前定好的是吧 没有 没定 看有没有座位 没有 意思就是 这边的物价是 比英国还高吗 看得像吗 先一人吃他一两餐炒肉 快把嘴里边的面 呵呵 感谢里哥感谢里哥 热烈欢迎 嘴哥是见到了 对啊 总算是见到了 看了好多年了 姐姐 给你一个茶 好 谢谢姐 谢谢姐 这是那个小朋友 呵呵 那个面是有点 有点长 是吧 呵呵呵 呵呵 十六岁长到1米9 你借我哥两三公分都好 吃上一碗冷面 我想问一下 这边华人有多少啊 这边 一万五 倒不了两万 一万五 多零 那确实有点少 但是中餐感觉一点都不少啊 这边 都走去一下这个这个点 你回到伦敦 你回到伦敦 好好开拔吧 你回伦敦 去伦敦 像回中 那边中单好多 一排又一排的 吃的挺棒的 我我我我还不猛啊 这一般已经下去了 你这锅吃住 对我我我男人现在在吃点鱼 大哥点的太多了 这个鱼锅就才 吃了饭啊 现在回去了 哎呀 哎 李哥他们家 你们是在那个 南边吧 嗯 我们要往南走 然后过两天我自个儿 就可以坐个公交车进城 在这个渡柏林转一转 回去下点雨啊 这边的温度比伦敦要低好多 就更凉快了 到了这个小镇上 这边中国人住的多吗 还行 不少 不少啊 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大姐 还住这边 过两天有机会见一下 这个小镇怎么一看就感觉都是 几百年前的房子 我们住了一百多年前的房子 清朝的时候 在欧洲停车就是难的 我先下来 聊了好几个小时的天啊 我们几个人啊 还有这边的朋友 现在呢 我是住在李大哥家的一楼啊 他这边房子 刚装修好 我是第一个人住的 刚才在铺的那个被子柱子什么的 冰箱呀 微波炉呀什么的 都有 这卫生间也是独立的 非常好 在这里啊 非常感谢李大哥一下啊 还有 其实刚才还见了一个刘姐 刘姐呢 也是住在这附近 只有几百米啊 大概星期二吧 刘姐还有李大哥 我们还有一个圆圆姐 可能一块聚一下 哎 这幻觉旅行啊 走了62个国家了 就没想到这个 来这个爱尔兰异常顺利 我当时还心想呢 他是不是要问一下我 什么离境机票呀 酒店订单呀 或者什么什么的 就没想到 我从英国坐船过来啊 他压根就不怎么查的 他虽然说有移民局的 但是有些国家呢 也是会给盖章子 有些国家 但是好像到了我们这个 中国护照呢 他贴着英国签证这个 他就看了一下就ok了 张子都不盖 然后我我问那个李哥 我说那我离开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盖张子 那他说应该张子也不会盖 那相当于就是在这个护照上 护照上就没有显示我来过爱尔兰 然后呢我又回去了 就这样子 而且我这边还可以随便去那个北爱尔兰 随便过去 他们这边是没有边境的 就是没有什么一个边界边界感什么都没有 哎那有意思啊 这个关于这个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啊 还有就是和这个英格兰 还有苏格兰还有威尔士 这些反正就是 哎呀这这这一块这个 这几个灯院秦城啊什么的 这历史事呢 我到时候有机会呢跟大家摆一下啊 我也是很很好的去了解了 去做了功课 去有一些那个就是点啊什么的 该讲到的我应该都能讲得到的 然后明天我就先去市中心就是在溜达溜达 因为明天呢大哥他们周一可能出去忙一忙我自己出去逛一逛就好了 嗯过了几天呢我再去北爱尔兰那边住上一个几天再回来 因为我当时看到机票便宜嘛 所以说我就赶紧的把30号的机票也订了 真的就300多块钱啊 大家如果说有跟我一样的一个就是节奏的 就说你拿了一个英国的签证也想来爱尔兰是不是 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下轮渡啊 做个火车轮渡就像这样子 我今天的这个行程你完全模仿一下就好了 如今非常的简单啊 好了在这里啊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关注啊真的 谢谢了啊 我继续往前走啊 正去走的越远 越久 因为现在距离我 年轻的时候环球旅行超过100个国家呢 又进了一步62个国家了 我真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往下走 而且我尽量的一个国家都是尽量的走全 多走一走 英国呢可能8月份回去我还要走半个多月的 我尽量的把每个城市都逛一逛 晚安 好久不见 好了 好久不见了 这一回Whoa